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绕过机器走到另一头 没有想到下一秒 机器瞬间启动 男子从脖子以下被夹入生产机械中 整个上半身都被夹住 后方同事见状赶紧按钮停下机器 但他还是卡在上头动弹不得 最后三名同事加入 一个推 两个拉 好不容易移开机器 男子瞬间瘫倒在地上 没了生命吉祥 救护人员接后通报赶紧将他抬上救护车 一边CPR一边送一急救 但因为伤势过重 最后还是回天罚术 这个压额设备的一个周边工程 不明的原因 结果他人走到这个 移动的这个设备中间 然后被夹住这样子 死亡意外就发生在27号晚间 桃园的博制电子工厂内 资深的55岁五星员工 被夹进操作机台后 上半身被压迫时间长达一分半 等到其他同事急忙松开机械后 却为时已晚 只是这么危险的机器 为何没有绑甲设计 在这个生产线上 也是有许多的 不管是资深之前的员工 也是有受伤过 那之前受伤的时候 为何都不改善 自动化的机台 你必须要有一个护照 或者是护尾 或者是连锁性的安全门 来防止劳工进入被夹 但是公司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保护装置 现在出示的设备已经暂时停工 要等到安检和改善工程确认后 才会同意复工 只是再看看这机器夹人 惊恐一瞬间 一个操作不慎赔上宝贵性命 也让家属同事心痛难以接受 记者刘志展 刘宇智 台湾报道